欧战争开打进入第119天 那么在乌东这边战况依旧是非常的剧烈的 赶紧交给国际组记者杨俊宗 好的 浩婷我们现在看这一段画面 整栋建筑是陷入了火海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是顿内刺客州的一间学校 那么其实州长就指控这是俄军炮击下的结果 其实当地已经有将近200间学校都遭受到破坏 那么现在俄军持续在乌东地区来推进 现在他们也宣称说攻陷了一座村庄 这座村庄叫做托什基夫卡 距离北顿内刺客在他的南边大约是25公里 那么战前还有大约5000人居住 只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逃走了 那么其实现在北顿内刺客的战况还是非常的激烈 当地工业区爆发战斗 那么一合之隔的利息昌斯克 也已经遭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 现在俄罗斯媒体还释出他们当地抓到了乌克兰军人 把他们当作战俘的画面 那么俄媒也宣称说 这些乌克兰军人根本打都没打就自己投降 不过外媒还需要核实这样子的说法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针对乌东的战况做出了最新说明 好那么再来看到就是在这个国际财经方面的表现 特别就是美股 美股历经了六月节休十一天 二十一号开盘 三大指数全面上涨 特别就是道琼了 那么面对未来很可能经济衰退的这样的忧虑 在美股方面的表现也请教群中 好的美股经历了上周的惨跌 那么经过三天廉价之后 其实二十一号是美股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么开盘的时候就是全面的回弹 那么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收盘的数字 道琼指数部分其实上涨了六百四十一点 可以说是重登了三万大关 另外标普指数的部分 其实涨幅也超过了百分之二点四 它可以说是甩开了过去两年来 这一遭了单周颓势 另外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部分 涨幅也达到了百分之二点五一 那么其实有分析师就认为说 这是美股熊市的死猫反弹现象 预估这一波反弹不一定能维持多久 毕竟在熊市的期间 美股会多次在低阶买盘的促勇下 强势反弹 但是在欠缺明确利多的情况下 其实美股是难以守住收复的师徒 整体向下的趋势不会改变 浩婷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